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6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以视频方式 同冰岛议长奥尔曼松举行会谈 赵乐际表示 中国和冰岛建交50多年来 始终本着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 中方愿同冰方共同努力 把两国关系打造成 不同政治体制 不同经济体量 国家之间和睦共处 合作共赢的典范 赵乐际指出 中方赞赏冰方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冰方在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 就双方关心的问题 进行坦诚交流 加深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中国连续15年 是冰岛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今年是中兵自贸协定签署10周年 希望双方深化务实合作 进一步发挥自贸协定拉动作用 共同促进绿色发展 密切人文交流 促进文明互建 赵乐际表示 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 同冰岛议会开展友好往来 西双方密切立法机构各层级交往 加强在立法监督 环境保护等方面经验交流 加深对彼此国情发展道路 及对外政策了解 助力民心相通 为两国各领域合作 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赵乐际还结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和全国人大立法工作 介绍了中国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实践 奥尔曼松表示 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冰岛愿同中方加强文化交流 文明互建 中国是冰岛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希望进一步拓展两国在经贸 绿色能源 旅游 气候变化 北极事务等多领域合作 冰岛议会愿深化 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 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 做出立法机构的积极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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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